我是Rachel 我是香港人 我是土生土長香港人 我家都是香港的 媽媽和爸爸都是香港人 我婆婆在大陸游泳下來 那時共產黨就鬥 因為那時鬥地主 我婆婆剛巧 我太公太婆就是地主 那時我婆婆要走爛下來香港 游泳下來 之後游泳下來 由零開始重新來過 結果我媽媽和阿姨就出生了 我媽媽慢慢地捱 就到了我了 結果 很多香港人很典型的故事 因為香港人很多都是捱出來的 其實香港以前的人是很窮的 例如窮到每個人都住在九龍城寨 或者是住一些林租屋 不過現在香港這麼有錢的原因 就是因為上一代的人捱得很厲害 這樣就捱得香港很富有 這樣 現在香港就是差不多全世界最多有錢的人 幾乎是 香港對我是一個家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香港大 我也是香港人 我懂得廣東話 還有很多東西都是香港 我會覺得是 家裡 因為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都是 點心 叉燒飯 雞蛋仔 魚蛋 魚蛋 這些東西 很多都是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都是香港來的 對 我住也是住在香港 譬如我還沒來之前也是住在香港 我讀書也是在香港 雖然我在學校是說 英文巨大 因為我來讀過在學校 不過我們很多朋友都是說廣東話 還有 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香港其實 是永遠都是會在我家裡 因為它的文化是比中國大陸 台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不同的 我們的文化是很獨有的 因為我們這裡是 中西合璧 你可以說 譬如我們那時候 有這麼多年都是被英國政府統治 之後就還回給中國 不過我們的文化和中國大陸的文化很不同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都是我們獨有 我們說的東西很多都是英文變化出來 還有 我們 很多的人都 會說兩種意願 起碼 起碼會說英文 和 英文或者普通話 接著跟葛東話 那 還有 我們家裡就覺得 我覺得家裡的意思是 譬如我吃的東西 我的鄰居 香港的獨有文化 譬如香港人去遊行 香港人有什麼事都會去 撐到底 那 那很多這些特徵 我都覺得 香港人 是 和 我也有同樣的特徵 那 所以我就覺得香港是我的家 和 香港 香港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 可以擁有很多不同文化的人 你有香港人 有外國人 有印度人 有南亞人 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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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雖然有95%都是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不過 其實 那5%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人 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那 我那時候在學校都認識了很多人 都是 一人不同國家來 一人就是媽媽 是另外一個 國籍的人 爸爸 香港人就是這樣 那些 所以我其實覺得香港 跟紐約都相似 有少少部分 不過 雖然 我 之後 我想我應該都不會短期來回香港 我會回香港探望家人 不過 我想長期我都會住在別的地方 就算我長期住在別的地方 我永遠都會覺得香港是我的家 因為始終那裡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還有 如果沒有了香港的話 我根本都不會 我根本都不會知道家裡的感覺是怎樣 除了家人之外 我都不會知道家裡的感覺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 香港 對我是一個家 還有 我亦都很擔心將來來中國大陸 就慢慢慢慢想 將香港統治 這樣 那 他想將我們的文化 融立去他們自己的文化 就令到我很害怕 因為 香港那麼獨有的文化 如果我們再不保留的話 我們就會慢慢看著他消失 我其實覺得 香港人應該很努力地維護他們的文化 因為 始終 這些文化 你不可以是 你不可以因為 因為 你 你覺得自己是 適合 這樣 你就不理 你要保護他才會 完完整整 這樣 不會被人吞吃 這樣 其實我覺得 香港政府都應該 不要再益那些大的集團 那些大的集團 只會把香港細鋪 有文化特色的東西 就趕絕了 其實好像小時候 經常在街上有那些 車仔麵 魚蛋 刀魚蛋 抄栗子 現在我都越來越少見 已經都不知道 連那些什麼 那些 那些 很多那些 龍鬚糖 那些什麼 蔥油餅 那些這樣的東西 我已經 不知道在哪裡買了 很想吃又沒有了 那我覺得如果 遲下遲下 連那些 賣雞蛋仔 那些店都沒有賣過 那我覺得 香港應該 的文化應該會快點沒有 那我也覺得很擔心 因為這些 我覺得 很值得去保留 不過 無論什麼 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都會覺得 香港是我家 因為始終都是在那裡出生 那 對了 那先說到這裡 拜拜